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先生心脏病爆发 往生后我将近瘦了九公斤 突然间失去这个依靠 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目标 三个月有一个医生劝我 他说你还有三个孩子 你应该要振作 那个时候我就想 对了 应该要振作 扛起这个家 在学佛的时候说 我们不要给他有过爱 能够让他走得很安心 所以唯一的方法 那个时候就是念佛吃素 也因为这个因缘 就让我全家都吃素 我要带着这些新人 带着他跟他们一起去做家法 走进去看到其他家庭 他们是怎样的苦 还可以过做很平淡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到千古之福 或者是他们吃素常乐 活动都是在周末 所以变成一个礼拜是工作起点 虽然是很忙 但是很分析地接受 是幼儿园带给我欢乐 在幼儿园看到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的幸福也是会感动的 刚好我在退休的时候 我就装了大一台 那边我才慢慢地有去看 然后商人开释 经事成与这些 看看 有时有上网看 有时有有时有 拿来给我 我可以跟他讲一下 对 走路吃鸡 那么我就会 慢慢地就 真的心开 不就来 下集完 有免